ISCP-617 Penrox 宠物石 橡木等级 Eucaly 投入这种措施 ISCP-617在任何时候 都需被保存在一个隔音的容器内 当在储存中时 ISCP-617应被放置在隔音的储藏隔间内 并把它随意拉上 除非除为了实验 所有进入ISCP-617的储藏区域的人员 都应戴上听觉保护装置以防万一 ISCP-617不可以在得到四级研究员的许可前 被取出容器 而在搬运过程之中 也必须被放在容器内 在收容措施被突破时 ISCP-617必须被装备 适当听觉保护措施的人员回收 整个区域应被封锁 其中人员在ISCP-617 被再次收容之前 应被仔细收身 描述 ISCP-617的外观与一般的石块无异 但在其侧面有一个可以使用的拉链 当拉链被拉开时 ISCP-617露出一张牙齿 在形状和结构上 与人类牙齿无异的嘴 S光和核磁共振影像扫描 无法透过其实施表层 类似的尝试探测 ISCP-617内部系统的测试 也一样被证明是没有结果 ISCP-617的嘴是完全可用的 并可以发声和静止 ISCP-617也能进行很有限的移动 即请靠自身来滚动 然而ISCP-617最麻烦的特质 在于其寄生倾向 以及其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 在说话外 ISCP-617可以发出一种低频声波 你对任何听到的原因施加潜在的控制 受到ISCP-617影响的人类 会在情感上与其产生联系 把他当作一只宠物 并尽自己权利来照顾他 在受到ISCP-617影响之时 受害者将把照顾ISCP-617 作为自己的优先考量 给他一个家 保护他远离危险 和最重要的 确保他被喂饱 ISCP-617有活跃的消化系统 并以鲜肉为食来维持自身 由于他无法自行觅食 ISCP-617说服他的主人 来搜集食物 主人将用一切手段 来喂饱ISCP-617 几乎显示 这些所有者愿意杀死身处 和其他宠物来喂ISCP-617 甚至会杀死其他人类 在绝望之中 主人把一部分自己的身体 喂给ISCP-617也不少见 这些主人在收集食物时 表现出的暴力 且无法预测的行为 被认为是ISCP-617 潜在控制的副作用 在一些情况下 ISCP-617会开始在所有者睡觉时 啃食他们 主人将不会注意到这些攻击 或在发现时也毫不在意 而是继续照顾ISCP-617 就像其行为是完全合理的一样 然而当主人被 被从ISCP-617所发出的低频声波隔离开始 他们将最终开始从其效果中恢复 但是此效果在受害者 再次控制在ISCP-617之下时 仍然十分容易复发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 把ISCP-617的拉链拉上 可以把它的发生能力完全无效化 然而它仍然需要喂食 同时也可以进行有限的移动 ISCP-617同时也是有智力的 有着中等智力并能说人话 然而在一切的交流常识之中 ISCP-617除了基本的对话外 不能或不愿意讨论更多 然而它会表明自己想吃东西 同时会试图说服 在听力范围所及的任何人来照顾它 因此标准的自律测试不可能进行 基金会是从一系列连环谋杀 开始注意到ISCP-617的存在的 在这一系列谋杀中 所有的受害者都被肯掉了一部分 基金会介入了这起事件的调查 并成功地跟踪嫌疑人 直到他家中 在此次行动中 ISCP-617的说服能力被发现 而他还被成功收容 行动报告617 特工被派去以可能用ISCP物品的理由拘留 然而所有的信号都消失 一支基金会的武装反应部队被派出以调查事件 可是特工 变得具有敌意 并开始与Delta小队进行对抗 特工 与 军在之后的枪战中丧生 三名Delta小队成员受伤 此时一种精神或是魔影因素被怀疑 Delta小队被命令留守 并构成一个防御性质的包围网 对该地区的远距离探测显示了一种不知名的D屏声波 正在被发送出来 带有听力保护装置的D检人员发现了SCP-617 并成功将其收容 对 住宅的法医学检查显示 他已经拥有SCP-617长达6个月之久 在这段时间里 他有系统把自己全部的宠物收藏 喂给了SCP-617 其意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 把他们慢慢的肢解 当他已经没有宠物可以喂给SCP-617之后 开始对人类下手 并实施了之前所述的 遭到调查的连换谋杀 对其尸体的检查显示 在他身上有很多人类牙齿的咬痕 同时有两只手指 六只脚指 以及大约6盎司的肉确实 牙科分析显示 这些咬痕与SCP-617的牙齿完全符合 对谋杀受害者的尸检 也证实SCP-617咬人的能力 目前为止 SCP-617到底存在了多久 到底有多少个其他个体都是未知数 需加强分析 牵涉到实施行为的流化谋杀 以及类似的反社会行为 在取得SCP-617之后 又有两个个体被发现和收容 基金会目前已经收容了SCP-617之一 SCP-617之二 以及SCP-617之三三个个体 这三个SCP被放在同一个个间内 以观察其行为 例如繁衍、交流和相互竞争 管理记录 根据最近的事件 所有对SCP-617的测试 均只限于人类测试对象 和非诸位生命 我五只 以上就是SCP-617 简单来说 SCP-617有一颗石头的外观 上面有个拉链 拉链拉开后会出现一张嘴 能够对话和进食 SCP-617能以地平生坡 控制人类来帮助自己取得食物 这些人会去屠杀动物、人类 来取得SCP-617所需的生肉 SCP-617图片其实是日本雕塑家 Hirotoshi Ito的作品 他的作品都是以石雕为主 并且是常加上拉链 而在拉链之下是牙齿、齿轮、灵钳等物品 他似乎喜欢让这些石雕 看起来像柔软的布置品 或是奶油 我会把相关联系放在底下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就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乱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